資工系到底教了什麼呢 整體而言我們學到很多理論基礎 還有一些基本的工具 像是我們會知道怎麼用C跟C++這個語言 那我們就要學習說如何我們 利用這些工具我們去推廣到其他地方 甚至拿去應用 那還有因為我們常常寫很多很多的程式 所以我們會得到很多的邏輯訓練 我們就會解決很多很多的邏輯問題 那除了專題需要溝通合作以外 我們很多課像是電腦網路 電腦跟網路程式設計 這幾堂課常常都會需要多人的project 所以你可能會在這裡面需要跟人家去溝通 所以會訓練到很多很多的溝通合作的這一部分 那我們北大除了資工系以外還有電機跟通訊 那我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說我們到底查在哪邊 那我跟大家來做個簡單的比較 像電機的話主要是在做靠近電腦底層的世界 像是設計電路板等等或是斜接遷入式系統 遷入式系統是什麼呢 像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像是Google眼鏡 就是那種獨立存在的小裝置 那裡面是有電腦晶片 可以做一些運算等等的功能 叫做遷入式系統 那電機主要是做一個實體的東西出來 那通訊功能學系主要是在做訊號處理 他們主要處理的事情是 可能我的手機想說為什麼Wi-Fi可以連線 明明就沒有線為什麼你可以連到 他們就是靠傳送訊號這個方式去傳送 那他們怎麼樣去讓訊號可以正確的傳送 或者是加強訊號傳送 像我們有 你可以聽過以前是3G嘛 網路 變成4G 然後再變成可能到現在5G 那可能都是 就是比較是通訊這一部分在負責的 那我們資訊功能學系主要是負責在軟體的理論 以及寫程式這一塊 那我想要跟大家提一下說 什麼樣的人適合來修資工系呢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你不可以排斥寫程式 因為程式不管你喜不喜歡 它都會是你未來解決問題的一個很大的工具 那而且如果你是喜歡不斷學習新事物的話 我也蠻推薦你來資工系的 資工系領域非常非常的快速發展 像是像我想要提的就是Kotlin這個語言 那它是一個俄羅斯最近研發出的一個語言 那你有沒有聽過手機是Android的 那Android它本身是用Java寫出來的 可是聽說Kotlin這個語言未來可能要取代Java 所以如果你現在願意去嘗試去學學看Kotlin這個語言的話 你未來一定會非常非常吃香的 那資工系以後出來可以做什麼咧 主要目前還是以軟體工程師為主 那軟體工程師在做什麼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公司可能會有財務報表 那每天都會有新的資料進來 那之前可能都是靠人力在處理 在分析在看 可能會需要用到很多的人 可是今天你可以寫一個簡單的軟體 那讓他自己去收集每天最新的報表 那你可以讓他那個程式自己去整理分析等等 就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人力 像這只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那他們還可以可能還會做很多很多其他事情 那你還可以去選擇去當資訊安全師 那資訊安全師就是你有沒有聽過說 哪個公司被人家攻擊被駭客攻擊 那就是因為他們可能某個地方有漏洞 那資訊安全工程師主要負責就是去填補這些漏洞 然後去找什麼地方可能會被人家攻擊 那你還可以去寫遊戲 那也是比較偏向軟體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比較偏向硬體的 因為其實除了軟體課程 我們還會有一些比較是硬體課程 那如果你對這邊有興趣的話 你又可以考慮走 IC設計半導體等等的硬體產業 或者是可以寫一些比較靠近硬體的程式 像是韌體等等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去做網頁 如果你對設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走前端工程師 前端工程師主要做的就是在畫那個網頁 就是怎樣的排版設計等等的 那後端的話比較是我剛才所提到的那個 後端伺服器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管理後面的資料傳輸等